1500 你在桃園可以買得到什麼產品 如果你有這個預算 幹嘛不買這一間透天 只要1500萬 有天有地 項寬有6米 這裡有一個停車位是可以屬於自己的 那外面還可以零停一台 那它的前方有自己的花台 花台廁所你車可以停得更漂亮 那現況是三層樓高 那我們一起參觀這一間 這是我們自己獨立的停車空間 那前屋主是有規劃之前有種花花草草 那你可以做完整 再重新做 符合自己需求的規劃 那它有一個完整的落地窗 那這間房子它是 基地是比較像本機型的 如果以台灣的習俗來講 這就是 錢 會賺錢的房子 那它現況這邊就是客廳餐廳的空間 那後面它算是法定空地的家蓋 那有規劃一個孝親房 那我覺得這間透天 有一個很棒的特色是 它的後面就是防火象的部分 其實是蠻舒服的 採光也不錯 那寬度也有快兩米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是有規劃做污水處理 那屋主都簽完同意書了 到時候就會失座 那原則上不會去敲到我們的牆面 不會去敲到我們的牆面 那會在外部做失座 那這樣子接近 你看我的手這樣打開 好 對上的話其實採光都是照的進來 也就是說我們的後方的窗戶 它一樣是採光很好的 那 像這樣子這麼大間的廚房 市場上應該也找不到這種物件 那雖然它現況是比較舊啦 但我覺得花一些裝潢 其實這間會非常的舒服 那這都是二三十年前原始的屋況 好 我們上去看二樓 好 二樓呢 我們有三間房間 這間是主博 這裡看出去 就是直接剛剛我們的樓下 那是有一個大陽台 然後這裡有規劃一套衛浴 這間規劃比較特殊 我們這裡有一套衛浴 那比較大間 未來規劃的話 這一間也可以直接做衣帽間 好 我們再往上走 這一間是三樓 它比較開放 並沒有做太多的隔間 那這裡有規劃一個前陽台 那只有規劃一套衛浴 如果人口並沒有這麼多的話 這個樓面就可以規劃成 家庭聚會的KTV室啊 電影室啊 遊戲間啊 都可以做這樣子充分的利用 因為它整個樓地板高度也非常的舒服 都不會有壓迫感 那大部分都是這種木格間而已 所以這種都可以做拆除 那這邊還有 這邊就是衛浴的部分 那這個一樣 其實它都是整體開放的空間 就看實際使用上 你還需要做什麼樣的格局 這裡有規劃一個後陽台 好 這是頂樓空間 那它現況是沒有做鐵皮遮蔽 但是它已經重新做過防水 那我們環視一下四周 除了隔壁有一棟大樓 那其他前方 我們客廳的前方 其實這個視野都是寬敞的 不會有動具問題 採光也是非常的好 如果要自己塞塞棉被啊 這個環境都非常的棒 那中秋烤肉都不用往外跑了 我家頂樓最舒服 好